很搞笑, 這一隊在搶石 那一隻企鵝就像秘秘密密一樣 想在另一隻企鵝看中一旁的時候 拿去的石頭 這一隻一看他拿去就吵他 想拿去石頭, 很有趣 你記得那隻小狗嗎? 我剛才以為這一堆是石頭 原來這一堆就是蟻蟻絲 你看看多大隻 還有現在這一堆是脫毛的時間 逢是換毛的時間 他也會在攤上攤頭 整群絲羊夾在一起去保暖 所以那一刻不是覓食的時間 而是在飲食 已經是儲涼在肚子裡 現在休息, 毛都脫掉了 就可以準備下水再去捕獄 吃他要吃的東西 還有這些還是嬰兒 其實還沒脫毛, 還可以大隻一點 是周圍也有 還有我們現在的安全距離 就是25米那麼遠 但我其實遠距離看 他已經覺得很宏偉 你在後面看一塊石頭 這麼大塊的東西放在那裡 很瘋狂 但有一條睡得很軟的 有鼻寒聲, 很可笑 我看他睡覺的樣子 好像很懶惹的人在床上 不想起床, 然後有鼻寒聲 這條我眨眼看 有一輛私家車這麼長的長度 重我的車有一點問題 多大稿 這隻企鵝叫GENTULE 人稱白眉企鵝 是企鵝界第三大體型 僅次於皇帝企鵝和國王企鵝 而且他也是游泳最快的企鵝 時速可以高達36公里 他們的特色就是喜歡搭石仔起巢 來保護自己的蛋寶寶 他們會把這個巢搭得很漂亮 因為越起得漂亮 就會越容易吸引到異性 很搞笑, 這隊現在在欠石 那隻企鵝就像秘秘密密 想在另一隻企鵝看中一邊時 拿去的石頭 然後這隻一看, 拿去的石頭 就吵他, 拿去的石頭 很有趣 你看到現在某部分企鵝都在脫毛 其實他們每年都有這個循環 脫毛的時間, 要脫毛 才可以在水裡搵食 因為他們的毛不是防水 脫毛才會防水 而且他們每次下水捉魚 其實都會餵飽自己, 餵飽得很脹 然後有一段時間就在岸上 在旁邊敷蛋, 不放水 讓毛滿了, 才正式下水 繼續上去, 看上面這個有多漂亮 看吧 別看他們的樣子這麼可愛 因為這些石頭 其實他們都很激烈的 如果他們看到你, 可能走得太近 他們真的會攻擊你 所以我們這個時刻, 儘量要一起走 你看他們人多細狀 一堆堆山頭都是石頭 所以他們不怕我們, 知道嗎 這裡, 如果我不說 你會不會覺得全部都是石頭 你看 你們全部都分不清那些是石頭 還是石頭, 我想說 你看, 要是石頭, 要是石頭 你也會回來, 要是石頭 還是石頭, 要是石頭 然後你會看到現在的水 我會看到, 要是在石頭 除了上岸看動物之外 在船裡其實都可以很多工作 好像有焗沙拉 就在這間房間 你身後還有健身 對著大河做健身, 跑得快點 這個桑拿的無敵美景 你看看外面的景色是否很舒服 當你看到外面很冷的時候 而你的身體是熱的 感覺很有趣 而且你暖暖的看著鯨魚在我前面跳 是不是太棒了? 你看, 這麼大的黑插坡 我一個人看到浸泡 因為這艘船今次真的不太多人 而且這個瓶子的景色, 你看 前面全都是雪山和海洋 現在到這個位置就是火山口 原來在南極也有很多個火山 而且還在活動 我們站在這裡, 也是活動的火山 上次爆發差不多是1969年 以前這裡總共有兩個科學研究站 還有一個步驚站 但是在1967年和69年的一個 很厲害的火山爆發 嚴重破壞了這幾個站 直到現在就成為我們遊客的行山點 啡黑色的火山灰 搭上一些白色的雪 周圍什麼都沒有, 真的很漂亮 登頂了, 很開心 我覺得每次去到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方 看到這麼漂亮, 震撼的環境 都很感動 而且會令你有不同的感受 就像南極這裡 其實你來之前 你只會覺得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海外 很多不同的動物等等 但是你竟然來到一個地方 來到南極這裡 可以有這麼大的火山口去看 所以我學了一句說話 就是沒有東西是不行的 只要你願意去做就行了 好了, 上來了 對, 終於這裡有些人氣了 因為過去幾個島 其實只看到冰天雪地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企鵝和師傅 真的想不到 有這麼遠的地方 突然間有一個博物館 而裡面所有東西非常新鮮 這邊還有手信店 我們看看一些歷史的東西 進攻手信店 因為上船十幾天都沒有花錢 很想看看可以買到什麼手信 然後再送給人 這個位置就是以前的步驚站 住的人的模仿以前的家庭 你看到兩張小小的床 桌子、椅子、椅子 還有乘客 有些突發的事 就是我們這次有人結婚 在船裡有一個夫妻 而且是其中一個香港人的女生 很開心 他邀請我們整個船員 一起去教堂見證她的婚禮 很棒 恭喜 就算不是來一個婚禮 其實這個教堂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教堂 這次有婚禮 是更加特別的 最感動的就是大部分的船員 都下來了 還有我們的船長也出來了 這邊是船長 你好, 船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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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三個月 太好了 我兒子陳真是已有這種 好, 最好 頑皮 你要不要過來 說實話 不可以混淆 小姐姐當然沒有 原本給她在山下 你做得來最討論的 找回獻地 野生, 看好 我好, 沒劇本 這裡有一些很漂亮的油飄 我平時已經不是太草油飄 但我看到那些油飄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有不同企鵝品種的樣子 還有一些屋子的環境等等, 挺漂亮 這裡全都告訴大家 究竟什麼年份和特別版的油飄 可以在這裡找到 你看到有很多很可愛的動物樣子 有些是…譬如這些是真的特別版的 它會用一個袋子封住它